各位父法信徒 各位佛光青年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吉祥 那么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 很高兴在这个地方 可以跟我们各位父法信徒 各位青年能够再次的见面 那么在春节期间 一般的人会烧头香 会撞头钟 甚至于要点长明灯 那至于这一些想法 那么星云大师到底跟我们怎么说 我今天借助有这么一点姻缘 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报告 那么我们一般的人都认为 我就是在农历的除夕十二点的时候 我应该要去擦一下我的头香 或去撞我的头钟 那这样子我才能够幸福一整年 但其实这种观点 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它造成了整个的那一种所谓的气氛 它的一种混乱 甚至于大家争执 那么这个就把宗教的意义 整个去除掉了 那么人跟佛菩萨之间的这种沟通交往 难道就擦了那一支香 撞了那一锤钟 你马上就能够永保安康 而富贵年年吗 其实这个观点是有待斟酌的 那么所以新云大师特别就呼吁我们 每一个人在这一年当中 这一种烧的第一支香 这一年当中壮的第一锤钟 就是他的头香跟他的所谓的头钟 所以新云大师把它改成什么 就是叫做烧年香 壮年钟 那么也就是每一个人 这一年当中的这一锤钟第一柱香 你可以很轻轻松松愉快 甚至于在整个非常清净的状态 那么这样子的你的香 跟你的这个钟 才有办法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 那么你在感应道交的时候 你才能够产生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 所以新云大师在佛法争议里面 也特别提到的这一种所谓的烧年香跟壮年钟的这种看法 那至于一般的人过年都会到这个寺庙里面 会去点个一个长明灯 希望自己富贵年年能够长命百岁 那么其实这种想法跟我们佛教所说的苦空无常 他的这一种看法说实在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所以新云大师才把它改成说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应该是要去这一个点平安灯 或是点光明灯 希望我们全家大小 大家都能够平安幸福 那么点光明灯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内心里面 贪嗔痴烦恼非常的深重 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过程里面 都会碰到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挫折困难 碰到挫折困难要如何去解决 除了祈求诸佛菩萨给我们加持以外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去解决这一些问题 所以光明灯点下去的含义 不就是把我们内心里面 它的剥蕾智慧把它点出来了 把我们的慈悲爱心能够点出来了 把我们的这一种精进努力也点出来了 等于就是把我们内心里面的善良美德 还有这样子的佛心佛性 都能够把它点燃了以后 那自然而然你碰到任何事情 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挂碍跟痛苦跟烦恼无名 所以星云大师为什么很提倡 要这个就是点平安灯跟光明灯 它的含义就是在这里 所以很高兴今天借助这个视频 跟大家共同来说明这种所谓的烧年香 壮年中以及点平安灯光明灯 它的含义 在这个地方先祝福大家新春快乐 也祝福大家人和安康 富乐吉祥 谢谢 请不吝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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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e编